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这个剧就是广告词 我们这直入广告 您还挺留恋的 比如说这个世界它是不断的变化的 就是短短的你有半个月 一个月没来 它也发生变化 对 变化就是我们的钱越来越少了 不会 不会 你为助你别的方面更多了 也可能 辩证法 是吧 反正正好这个王老师在 一般呢 你看我有一个习惯 就有什么国家大事发生的时候呢 我一般都读个问一下咱们嘉宾的看法 比如说最近的国家大事就是太极门遇到了挑战 是吧 王老师您注意的 这几天人们感觉不关心别的了 就这事了 您有什么观感吗 不是 我可能比较对这事看得淡 因为我认为啊 这个中国文化它有一个特点 就把什么东西都整合成一个东西 你比如对我来说太极拳 因为我也练 24世 真的 我就每天早晨呢 这样 这个什么 我也练 我练的目的就是一个晨起的一个锻炼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用这个方法可以格斗 您跟谁学的呢 我是跟一个这个杨老师 他叫杨健 我就在北戴河游泳的时候 每天早晨他来教我这个什么 但是他说呢 他的老师就还是真能打 而且还有过这方面的战绩 徐晓东又找着目标了 有的吧 还有这个 有的是放在戏渠里头的 是不是啊 咱们有很多武功啊 是放在戏渠里边的 有放在健身上的 有放在气功上的 还有练太极拳有些就是年岁太大了 或身体不好 有病 他在练太极拳 但太极拳要真练好了 也费很大的劲 所以我觉得 就是你要去较真 非得说是你还用格斗的训练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我在 我这个 我是格斗的这个爱好者 我每到的周末呀 中央舞 CCTV5 还有河南电视台 最喜欢有这个格斗 而且我觉得这个和那个姚明的那个上书有关系 他希望发展体育产业 那里头那个 那个中国的那些格斗的高手可都横着呢 那个尤其是一个蒙古族 藏族 哈萨克的 新疆那个不如蒙古和藏族 所以我觉得格斗就是格斗嘛 太极拳就是太极拳嘛 我操这心干嘛呀 我吧 是什么都没练过 但是我们家呢 一个是我女儿练过跆拳道 还真的当碎过 就是他一个颜色的带是上一级 对吧 他还上过两级 等到他最后那一级上的时候 他真的是能够单手把一个木板批断的 这是真的啊 但是这只是为了健身啊 包括小孩长大的时候 学一点身体的姿态啊 什么就是这些 我家的呢 就是我先生呢 是从小跟他父亲看那个美国电视上的一个特别火的 就是常年不衰的这种格斗 他是叫wrestling 但是这格斗完全是就是您说的表演艺术 你说他假吧 他完全是假的 而且所有的观众都知道他是假的 他就是做出各种姿态来 那个太可怕了 那个 对 而且他里面是有故事的 他都是编好的 比如一个正角和反角 如果是一个什么 一个人是代表一个外国人 或者是一个某一个民族 然后这个正角是一个什么英雄啊 比如是一个白人英雄 那里边都是有故事的 但是都是设计的 所有的观众也知道 这就像看一场戏一样 你说的这个 咱们这最近这事 我感觉这徐晓东是吧 感觉有点像一个就是打假又推向了一个新领域 他就把他就觉得这个太极还是什么中国武功里面太多这个假的大师 是不是这么一个因子 你要按照他说 你觉得他就说他这个成名之前 这回成名之前和他成名之后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认识和提法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这个变化 哎 但你到现在我就觉得怎么说呢 他有的话也是话操理不操 你说他可能有点二杆子脾气 但是呢 你说白了呢 那确实很多咱就说的武林高手 你就吹 你说是天下能打的呀 你像王老师说 你要说我就是强身健体 可以 但是你要说我这神功莫测 比如说您看一段中央台都打过假的 一个女的 号称太极大师 后来听说也被逐出门墙了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节目名字叫巫婆跳大神 这蹦什么呀 是 就是这个功啊 比如说这个传说当中啊 这个某些传说当中 这个中国的传统武术里边 是 这个比如说太极拳 它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劲道 比如说有的劲 它可能是让你拐着弯就出去了 这看的也太假了 就一胖大妈 你就整个那个身件都是蟹的感觉 那旁边那跳的都是托吧 但是您知道吗 我后来就说这个接触过这一些人 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啊 你以为他是骗子吧 但是呢 也可能存在一种心理现象 就是啊 骗的师徒自己都信了 就说 这个师傅觉得自己是真有这功夫 这个徒弟啊 啪 啪 啪 他真的觉得身如动电机 有感应 那气功也有这种情形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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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年薪就 可是气功一练 最后全场都蹦上了 对 对 你就一个人不蹦 一看人别人都蹦 他自然也就 哎 都不好意思 这都很怪这些事儿 你比如说我现在想起来 当年这个有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议和权那个时代的一个一个文人 你看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他写一段记载很有意思 我就说他有一次露宿在一个村 你可见他是这个村里唯一头脑清醒的人 他就说啊 村里人半夜起来都是说 哎 看红灯照 红灯照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女的那个一个全部就红灯照吗 全村人出来说他在哪 全对他看 在天上 提着红灯笼 这些仙女 拿着刀剑 红灯照 天兵天将 全村人就像看外星人一样 说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了吗 只有他一个 他说我什么都看不见 就是星空啊 哎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催眠的现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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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可能 这也是一种 我觉得还有中国 就我还老说我这个 中国人爱把什么事都掺和在一块 这个太极拳的很多理念呢 跟道家的理念一样 他实际上谈的是哲学 哎 谈的比如说以退为进 是吧 比如说以弱胜强 是吧 就类似的他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呀 哎 借力打力 是不是啊 你 你这些 这些话你听着都挺高明 哎 你要是练这个呢 也 没准是能练成一个策略家 战略家 哎 当然你要练坏了 你变成一个阴谋家 你要练好了 你就变成了一个智者 智多性 他可以这样 哎 至于这个太极拳真正用在格斗上 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某一个动作 但是太极拳的很多东西 他有和格斗有关系 他这姿势 他肯定这些东西武术起源于当年的这个对大伙 因为他有一个动作叫蓝桥伟 他这些都是就是手跟手的一些 就是 不是他们 那是谁演的 那个 那个 那也是在旅美的一个台湾背景的导演 那叫推手吗 哦 李安 李安 也是李安排的 李安 李安 李安藏期的一个电影 狼熊演 那个 这个推手呢 其实 他有些他那个动作的来源 是跟格斗有关系 比如说 我这么攥着您的手了 你这手应该怎么一翻 哎 然后洗下来就可以 就把我压到底下了 这个是有关系的 呃 但是这些东西慢慢呢 他城市化了以后 舞蹈化了以后 对 他有的地方还是舞蹈 这是啊 有的地方呢 你比如这个2008这个这个 呃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也有一个大的大太极拳的场面呢 嗯 嗯 那个城市化 可是你看着也很好啊 那么喜欢那个太极拳的可不光是中国的这个 或者刚才那几位大妈呀 美国还讲太极啊 太极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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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有一个连续电视剧 美国有一个太极高手 可是我也没看出来他练的是太极拳 但他至少他说的是太极啊 是我们在纽约的那个区域里边 就华盛顿公园里边 早上就有老美 真的就是那白女人 自己在那练 太极 他就变成了一个一个意义 是吧 就是一个卖艺的那个意义 所以我就觉得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可是 反过来说 中国现在格斗上并不善 嗯 尤其有几个那个内蒙古的蒙古族的选手 我看过跟俄罗斯的那个对手啊 那是请的裁判是美国的一个黑人 也是原来拳击的能手 一般人也不敢上你当裁判 他有一个什么动作 就是要把这人的这个呼吸扼住 郁泽这种情况 他马上就就判决 他就是这一方已经取得胜利 不能再赛了 你再赛他死 当场死的手里 嗯 他不行 他那个狠劲上来了 飞往下 压不可 那个黑人裁判呢 美国那个 那个 他现在应该叫这个 员费州人士吧 叫什么呀 飞蚁人士 飞蚁美国人 把他扒在一边 他当给了这个 再拍一圈 这我这暴脾气 不是 这种到了这个阶段 您信吗 就是咱们这边 我觉得他这个 这次这个 主要是说 你们吹得太神了 就是这种神功啊 比如我点你一下 你就里边什么好像就肝胆剧烈 什么 然后这人就死 还一说 现在被打就打输的那个雷公啊 还跟那个采访者说呢 就说那个我不能跟他使内劲 要不然他就完了 他就完了 出人命了 我还真正那天看见这徐晓东接受一采访 不知道是不是刚训练完还是什么 好像呼声喘喘 大人家说 你看看他内伤了吧 还有一种 我觉得还有一种 一种功夫 是吧 一种技巧 一种学问都有商业化的可能 他借这机会他吹上了 是不是啊 打扮打扮 吹来吹去 自己都忘了吹了 最后很多人来信服他 有赞美的 有给钱的 有聘请去当这个 当这个特级特级师傅的 所以我想这个也有关系 所以其实啊 这是一个全行业的现象 比如说这个制造神话 不是说你不能打 你也许能打 但是咱就过去讲 有一分说一分 有二分说二分 可是我现在觉得这个不光太极拳做不到 哪个行业也做不到 现在这就是一个呼吹大气的一个年代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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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过去吧 而且我刚才听王老师讲一个 就是中国的文化 博大精深 里头有哲学 有很多旋理 他喜欢把他都掺和在一块说 你比如说你甚至 你比如说我觉得 我不是反对中医 相反我好迷恋中医 我现在包里还带着一皇帝内经 你知道我是像看金庸武侠小说一样的 看这东西 我觉得太好了 你要说像 如果说人体就是一个生物的机器 这个太low了 我觉得确实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没品味 对吧 我多希望 这经络呀 气韵全身 小周天大周天 阴阳五行都吻合着内脏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 我多希望真的是这样 但是你看王老师 我现在就是讲 咱们当年的发起的讨论改革开放 叫什么 最后得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最近琢磨着啊 有没有必要加一句话 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吧 科学是检验实践的可知标准 就是你怎么来检验这个实践 你说白了就是你说的这个太好了 可是问题 你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近两天动一个小手术 就我这个牙疼 疼起来啊 这个不用命 然后呢 你看 我就知道 因为在之前一天 我因为一个事生气了 气得我一夜失眠 然后第二天抱着牙疼 然后我就想 你看虚火上升 然后一夜失眠 这一个就对公交 疼得实在受不了了 结果呢 你到牙医那一看 他用这个西医的器械 扒开你的嘴一看 牙裂了 裂了 然后就是牙裂了 就是追管治疗 然后砰砰砰 给你这么弄一通 当时我还疼 他说没事了 回就不疼了 我说是真的吗 回过一个小时 不疼了 你知道吗 我就在想 就是说我上一次牙疼的时候 这比如正好碰见一个中医 当然照他们说法 可能咱没碰见真正的高手 是吧 碰见一个江湖中医 那中医大脉 火呀 这个呀 这个就就就 我给你发几件药 不管用啊 你这东西 我很愿意相信你 但是 这个我看看是看什么了 您要是什么拔牙呀 补牙呀 我觉得还是西医比较 它那技术更全面 也比较实在一些 但是也有一些病呢 可能中医 这个什么 是长期慢性胃炎啊 什么这一类的吧 中药有时候 也有时候 也有感受特别好的时候 因为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形 还跟胡适中医 就是我很长那段时间 泄渡 吃各种的什么消炎的呀 抗生素 我都不行 我就带着这病 我上重庆去开一个会 晚上啊 重庆的人说 你想吃什么呀 我说麻辣火锅 就这么一吃 立刻就好了 后来中医的人就特高兴 你这个完全符合中医的理论 你这个消化不好 是叫湿寒之气 湿寒之气 就需要我们这麻辣来给你把那个湿寒之气给你治好了 所以这个事在具体的说 还有针灸 我也听过 就是西医有一个朋友 就前两天跟我说 他这个偏头疼 去看了多少次西医挂那个最好的门诊 就是专家级的 怎么看都不行 给你说说这里 说说开点药 不管用 结果疼了半年多之后 找一个中医 朋友介绍了一中医 扎针灸 两针 好了 没事了 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 所以就跟你看 就跟这次说这个武术似的 这哥们呢 这个这个这个徐晓东呢 他说 他说我是打这个这个太极里头的假 我就说 我没说全是假的 对吧 那人家问他有有有有多少真的呢 他百分之一 我也没碰见过 就是说咱这就是说中医也是 我我我甚至自己都相信 就说他呀 有高手 对 但不是人人都是高手 我听说高手在哪 不是 发佛还是麻省理工学院 素的唯一一个就是医学院 素唯一一个像 就是那个葛红的 说他那个是真的是最早的 从化学上什么 就是从你说的这科学上 所谓炼丹术很多 我们现在都认为是骗子 比如能长生不老 最后全全全全没致是吧 可是那个是有被现代医学证明 他是早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 就跟化学的一些原理 我说不清楚啊 是相通的 所以你他也许就属于那百分之一 那那么多的江湖郎中到现在 你主要是我我看听到的一些 真的是中国的到西方受了很好的 严格的西医训练之后 然后又回来回头看中医 看那些点击啊什么的 有人专门做这工作就清理 大量的都是胡说八道啊 或者不可证的 之中有一些确实是有道理的 有精华的 甚至还有好像有那么几项科学发明 就是可以拿专利的 但是少 的确是少 可能连1%都不同 您说的那个呀 那个理论呢 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同时呢 实践要受科学的检验 可是这科学呢 你要是真正从那个 实证主义的这个角度来说呀 科学之所以是科学 它几乎都是 就是有实验的根据 有数据 有这个 也有多次的这个 就是所有证明 是吧 而且就是 按这个西方的哲学的说法 科学之所以是科学 不在于它能够证明 因为科学的原理呀 都是归纳而来 归纳 你已经归纳了1万亿次了 但是只要有第101次 推翻了你这个原理 就证明你那个仍然不是科学 科学之所以 科学在于它是有可能证伪的 对了 所以这个你要这么来回 这么一绕呢 您就是说这里头 这个实践离不开科学 科学起码离不开实验 而且你实验是能证伪的 它才是科学 否则你比如说你是宗教 说我相信圣母 相信 相信这个上帝 这个你很难证明 但你也很难证伪呀 是不是 对 您死了以后您能证伪 比如说死了以后 我倒霉到天堂 或者见到没见到圣母 可是你要死了以后 你要没见到呢 你也没地儿证明去了 你要见到了 你也没地儿去报告去了 说跟江江四人行 我就说我下次来第四个江江四人行 我是刚回来的 我可真见着了 这也不行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上说呢 就是科学本身 也不是绝对的 恰恰就是说 我看过那么一个理论 就是说你看这个人类 这个几千年的历史 但是我们这个突飞猛进的变化 发生在这个科学的这个原理诞生以来 这就有几百年的历史 他这个就是古典时代 有一个特征 就是先定的 你比如说 假如你相信基督教 那么他是不用质疑的 就告诉你 宇宙是这样来的 肯定是这样 你也甭问 就这样 对吧 他不是科学 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道啊 老老子 就他是已经把确定的东西摆给你了 但是科学恰恰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承认不可知 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讲 科学也没有否定中医 只是说呢 对 你的很多部分 我现在还不可证 不可用我的方法证之 随时我准备承认你 只要证明一个就承认一个 但是如果第一百零一次实验 证明不对劲了 那咱再重新再研究 你这个太极啊 具体的全数 因为我也不懂 我也没有这种实验的可能 你要从大的理论上说 当然可以啊 是不是啊 以这个无极生太极 是吧 太极成四象 生两一 生两一 再到四象 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你这些有什么可争论的 是不是啊 可以借力打力 这个在战略上反倒非常可能 毛主席神通这个 毛主席神通这个 对啊 呃 你这个 你说什么 找主要矛盾 是吧 或者是 甚至于是说是这个 呃 以退为进 是不是啊 呃 我们过去很多学到的东西都是这个 是吧 你像这个 你说太极啊 太极你要从这大的战略上说 他可以这么 没错 我跟你说 在这个 这个像是个耍太极啊 咱们那个个别的懒政干部也都证明了 哈哈 咱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王老师 我跟您请教一个 就是现在所谓的 大家去讲的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这件事 就是啊 有些时候我们能知道 这玩意是很多人的饭碗 中国传统文化是很多人的饭碗 就是说 哎 一个像这次的 这个这种打 咱打一回 咱就不就知道了吗 到底能不能打 对吧 当然两方是不是有代表性 是另外的话题 但你知道我最近有想起啊 呃 前两年也是好像被 卫生部叫停的 也是认为不科学 不规则的 是什么呢 曾经有一个医生 还上过我们节目 结果也被人骂 但是这个医生也出来 还叫过一次把案 就是说 说他说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说中医 对于中医来说 把脉就能把出喜脉 知道你怀孕没怀孕 这是您最初级的吧 这是最初步的吧 他说行 我悬赏几万块钱 咱试试 双盲实验 就是说 你把脉 他说因为这个啊 因为如果真行的话呀 那造福人类啊 那西医还抽血呀 咽尿啊 半天才能知道怀孕不怀孕 如果真的这一搭就能准的话 准确率高过这个的话 那是人类的福音呢 结果听说这事儿扰扰一通之后 最后也没有下文了 您觉得这种事儿 这个没有任何复杂的 这个婴儿啊 刚怀孕 该变成受精卵的时候 我认为谁也把握出来 他已经有了 那婴儿有了心脏了 你当时你把这个母亲的这个手腕子的时候 你肯定你 您说的是大肚子了 那不用把我看就看得出来 我就不懂了 在什么时候他能拔出来 那按照很多中医 他可能觉得你一怀上我就能知道 这比较伤了 这太悬了 我都来不及了 那什么叫 一个 刚刚是一个受精卵的时候 他已经这儿就提脉了 这个 是啊